还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 老无所依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球行业 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你了解我们公司的夜生活 和久文化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到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摔老的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波人 比那边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 这不可能平衡呢 你不能说我这边还自力更生呢 他们这边已经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床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 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就护空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一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瘫了 两个人没瘫 那没瘫哪儿怎么着 每天做饭啊 躺那儿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的线给瓶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 徐汇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童大爷又在那儿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但总瘫在那儿 几分了 这么出 我也想过 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一种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一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你爸发来的微信 聚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儿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早成亲人了 你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摩南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你玩的 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就是90号000号 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 深得我心 那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 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的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那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是 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 你不敢伤 孩子养你 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就是孩子 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空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 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叼在嘴里 没有一声啼哭 啪了口吐地上 指着我鼻梁 你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中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童墨南 掌声有请童墨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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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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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南 墨南 墨南有可能会进入前六吧 童老师 我觉得他今年就是夺冠热门 童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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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这一年一直都是在进行 比较高密度的线下的演出 那种舞台感比去年比较强一些 那觉得自己今年有望夺冠吗 有望夺冠吗 我也就不想这些东西 就是努力吧 努力 大家好 我刚才在上面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们脱口秀演员 要是离完又复婚了 是不是就该叫做call back 今天我们行业其实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公司很神奇 就把所有的演员和员工全都聚集在了上海 说是凝聚力会比较强 谁正想彻底凝聚住了 而且我们行业出问题 我比他们其实是要忐忑一万倍的 就你们只要了解我的从业经历就知道 我是经历过一次行业覆灭的人了 我从英语培训行业 转行到脱口秀 才不到一年的光景啊 我心态跟他们就完全不一样 演出一停他们说 啊不行了 我是啊 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而且我真耽误 我也不年轻了 我九一年的 我弟孩子已经七岁了 他还小名叫做波罗 然后你知道很残酷的 我叫他侄子 他叫我大爷 就那种时代的隔阂 他问我点问题用的话都是 大爷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说怎么 要听长征的故事啊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 有没有篮球鞋啊 有没有肯德基 有没有互联网 有一次我真急了 我说我到这哪个年代的 波罗说大爷 您不是那个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吗 我上一次去见波罗 是跟他一起去玩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 那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噩梦 因为你知道带一个孩子有多么的累 本来就应该是我弟陪着他去 因为不是 他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吗 结果说临时有会 让我陪着去 我就陪着去了那一次 我就敢赌定 那天下午 我弟他一定没有会 太好玩了 太对了 我终于理解 为什么环球影城 那个哈利波特的项目 要叫做禁忌之旅 就是说给所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听的 玩一次排队两个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甘心只玩一次 那天会神了 那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八点 连着玩了五次 就无尽的轮回啊 就玩了排排了玩 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 是终点也是起点 太棒了 漂亮漂亮 我感觉我在城堡里眼离开端 就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咬着牙刚冲过终点 一扭头发领枪又响了 不能走 就这孩子 他是永远不知道累的 他永远不会感觉到疲惫 有时候我看着波罗我就琢磨 我说咱们国家 还研究什么新能源啊 这不就是永动机吗 你管那么亢奋 说大爷 我要像哈利波特一样 骑着扫帚 自由自在飞 我说你大爷 宁可出去清理垃圾堆啊 太棒玩了 太棒了 就喜欢同步的 哎呀 这 你们有没有感觉 真是 就像咱们这种打工的 但凡有着六岁孩子的心态和体能 称霸 所有职场 因为你有着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好奇心 最独立的人格 每天在公司里就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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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着个大眼睛 领导 您今天 怎么这么早就走啊 又是和王秘书一起 永远蛮横 永远蛮横 就是你没有受到过这个社会的鞭斥 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延迟满足 你要的东西你立刻就要得到 谁能给你画饼啊 领导在年会上 公司早晚都是大家的 就你在那 不嘛不嘛 现在我就要 去年说好了分红就没给 你不会受到任何的委屈 什么酒桌文化呀 你管它呢 大家都端着个白酒杯 就你捧着个草莓奶昔 喝的鼻涕泡都是粉红色的 领导一眼而见也拍桌子 96年我工作那会儿 比你们可苦多了 你嘟囔个小嘴 我想听个新的故事 希望咱们都能够找回 小时候的童真和无畏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好 恭喜木兰获得四道 哎我觉得今年比去年 放松特别多 而且这个范儿是吧 说的每一个都特别炸 我厉害厉害的 有进步 我真棒 他去年就是被 我们就一直介绍他 是最强新人什么什么 结果给孩子整的压力太大的 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去年说 那个结婚那个最反叛 最那个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没必要结婚的那种 对 今年这个表现怎么样 我喜欢他那个就是那个 说如果法律允许的 就是那个涌动的那个 还有经历一个开端 因为开端就是这样嘛 嗯对对对 那接的很巧妙 但是 迅姐这都是很 就是很平和的点评 嗯 娜姐已经飞起来了 我已经飞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太棒了 就喜欢童墨男 哎呀 我就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家那俩魔鬼 真的 就坐在那的时候 我这手刚到这儿 戴英姐说 快拍 真的 我就怕错过 啊拍 真的 我跟你讲 我们家俩那魔鬼就是 我就知道我带他俩孩子去 这种地方 我就是干排队那件事的 因为我有一些高空的 我不敢上去 然后我老公就陪着儿子 专门去过三车 一遍又一遍 真的一遍又一遍 快差不多了 我再去排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你的 你的 就是这个脱口秀 能够来自于生活当中 这么多形象的东西 可怜天下父母心 真的 对 也可怜天下大爷心啊 大爷心 也很可怜 我觉得还是值得 关键我还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哈哈哈哈 我也陪着玩了半天 大老师去年就很喜欢墨男 对 但是有时候老师看着看着 觉得你把汗说 哎呦 没没没到没到那底儿 今儿炸了 炸疯了 我觉得他太棒了 冠军 了不起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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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去年其实感觉大多数演出 其实表现的都不算是让我自己特别满意 但是到那个场上 我觉得反而是呈现出一种感觉 比去年更放松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头目能让我想起张不阳 最巅峰时期的状态 我觉得他很有冠军项 头目能太强了今年 多冠大热门 冠冠冠冠冠冠 大脸都大脸 近几个五人 这两个淘汰天王坐在那里 惊魂未定 下面这位是去年冒出来的新人 大家好 我是同胞男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的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常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孟楠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 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蹲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叶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她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她杀死这个剧情 才能够推进下去 搞得大哥逼我还着急啊 我俩面面相去 她都开始说人话了 这 这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自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上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威胁名 檀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威胁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墨楠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妈妈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 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 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 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 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Are you ready? 可以 可以 还是顶得挺高的 还是顶得挺高的 顶得挺高的 其中一个大哥 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 这东西 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记得到我 佟莫南记得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佟莫南 大家好 我经常感觉其实咱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焦虑 像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在过去连签证都停办了的一年当中 从事这个出国留学 培训考试教育 真是给我焦虑完了 我们校长都要去房产中介里做兼职了 我这边还一边备战咱们的这个录制 还一边备我的语法课呢 我这边还主位一致平行结构呢 我们校长那边已经开始三十一天南北通透了 我学生也很焦虑 就你感觉说好的留学变成了留在家里上学 两年的网课呀 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过去呢 学位证已经要寄过来了 还在那发邮件咨询呢 说When are we going to start our class 对面直接回复说 You have already graduated 好吧 Congratulations By the way Please stay in your country There is no need to come here 学生的计划被打乱 学生家长更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开一个公益的课程 就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家长还都很殷实 都是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看到可能是我们教育界 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 发愁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克服人生中的焦虑 那课上了呀 我竟然都上出了一种 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在课上还问哪 为什么要来选择我们的课程啊 家长说 佟老师您有所不知 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术都扇互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面对焦虑 我确实很有心得 因为我童年其实学业都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 就是我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当年上课都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你在课堂上 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讲 但是你的思绪 就能飘散到九霄云外 当年老师在台上 讲着狐家虎卫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叫漫天的联想 我想着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在森林里 其他小洞我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 说这哥们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老虎心想说是 这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旁边打猎路过的曹冲 兴致勃勃 说嘿 我倒要撑撑 这个大象有多沉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 准备开始撑 宝剑又掉水里了 在那琢磨说 是这儿掉起的啊 底下又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金子的呀 等我缓过劲来 台上站的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哈哈哈哈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木楠这个知识 都学砸了 中国语言故事 被他祸祸的也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找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啊 木楠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说 又抱歉 老师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儿说来也巧 找着了 以为多难找呢 我就给你确诊了 好吧 后来当我 注意力缺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可以 以毒攻毒 用幻想 来治愈我的焦虑了 生物课上 我看着进化论 我就在那想 如果说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早最早 被进化出来的那个人 我一定不会像今天 这么焦虑 因为我光想想 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就足够开心了 我每天就得美滋滋啊 我一口气 站到了生物链的最顶端 这是什么样的阶层月签啊 I am a human being 飘了 膨胀了 看见猴 心态都不一样了 随手就扔一个香蕉 吃去吧 Monkey 森林里办联欢会 我永远是那个压轴出场的大明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童某男 表演最高难度的街舞 直 立 行 走 那个时候 我相信 我内心一定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要 心满意足的做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 第一期我讲了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追求卓越 现在我内心就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 其实我北体毕业后 由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又去美国苦苦留学了两年 专业还是英语 严格来说叫做英语教育 我们专业很神奇 我们专业是唯一的一个 你都不需要毕业呀 大家就笃定 你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 要在美国用英文 教美国人说英语 我都没有来得及去留学 我办签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排在我前面的 都是学编程的 学金融的 他们都要安抚那个签证官 说你不要慌 毕了业之后 我一定会回到我的祖国 不会赖在你们那里 我照猫画虎 我也是这么做的 Don't worry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ountry 签证官看了我的专业之后 哈哈大笑 说of course you will you definitely will come back to your country see you in two years 好吧我的little broth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那天天不过来 放大还是可爱去好 美国的治安 也进一步加深了 我温顺千和的品格 我那会出门 一定要带上二十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 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在脑海中 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 我该如何第一时间 把钱给出去 礼貌的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 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劫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劫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的走回来 我说终于来了 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 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他话音落地 我就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逛沃尔玛呢 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两个单词 U2 我那会儿我发现我跟美国同学也玩不到一起 他们都很彪悍 玩的都是极限运动 比如跳伞 他们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美好刺激的一面 我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那个伞打不开的一面 我美国同学还安抚我 说跳伞科学统计过 出事的概率大概就是十万分之一 但我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老觉得概率低不要紧 只要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早晚有一天 所以有时候我看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蹦下去都没事 我忍不住想会不会到了我这儿 我跟我同学路过一个跳伞基地 那个教练还劝我 他说我们这儿每年接待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一次事故都没有 我就在那算 我说每年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我说这不就是等我的吗 回国后 其实我也特别苦恼自己的胆小和怯懦 但是最近阴差阳错 我竟然发现了怯懦的力量 上个月我走在一个北京的胡同里 后面是一个大娘 骑着车就按铃催我 我也没听见她就骂上了 她说听不见铃啊 你没长耳的呀 你往旁边让让啊 我扭过身 我发现大娘已经做好那种 昂娘的姿态准备开始战斗了 没有想到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软骨头 我咔就一鞠躬 我说大娘真的对不起您 是我没有走好 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就应该走在马路的旁边 有时候 就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屈服的过于迅猛有力 反正让对方都开始质疑起自己的人性 大娘满脸都是 说多么好的小伙子呀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干嘛要催他呀 我抵得挨肚 大娘沉浸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说小伙子 大娘不是人 年轻人 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大娘给你开路 谢谢大家 我是童沫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童沫南 我真是有点害怕这种大型的比赛 因为我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特别 胆小怯懦的一个人 这可能跟我的大学有一定的关联 我当年的专业也是英语 而我的大学呢 叫做这个北京体育大学 在北京体育大学里学英语 那真的是 连跳剑美操的都看不起我 我们学校就没有什么学的概念 只有练的概念 我第一天访校 我就感受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学习氛围 我们有76万平方米的校园 有一百多个国内外 持名的训练场馆 但是这个教学楼 只有一个 真是沧海一宿啊 我当年这通找啊 那种感觉很玄妙 就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学习 我也不太好意思问 我说那个教学楼在哪啊 地面说同学 你去那里干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运动 校园里分泌的那种肾上腺激素 还有荷尔蒙的气息 运动中的呐喊 也是此起彼伏 就 只有我一个人 拿着本词汇书 哆哆嗦嗦 这abandon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背体有一个好处 就是塑造了我现在这种 谦逊温和的品格 就有时候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发现自己谁都打不过 人也就不由自主 变得温顺有理了起来 真是人性的温床啊 那四年 我是一天比一天有礼貌 每天在学校里就是嘘寒问暖 助人为乐 其他同学也很诧异 说这奥运会也过去一年多了 怎么这还有志愿者啊 哈哈哈哈 在北体上度过了怯懦的四年 我就成为立名英语培训老师 教的科目叫做美国高考 就这个职业 也经常让我感到惶恐 因为我要陪着我学生 一起去美国参加考试 美国这个治安 可能你们也知道 就我跟我学生一起走在纽约的街头 真的是走出了一种羊肉虎口的感觉 因为我学生实在是有点过于天真和英识了 就那一身奢侈的品牌 从头到脚那夺目的大logo 然后拎着个箱子 还是跟潮牌连名的 我真的吓坏了 感觉那个流浪汉眼睛都开始冒绿光了 我说你这个普拉达的毛背心 要是不能防弹 你就不要穿了呀 你搞得老师很没有安全感啊 老师在国内现在设保了 不知道上到哪里去了 小伙子那一身穿的 浑身都散发的那种 有人堕落的气息 仿佛在对街边流浪汉说 Try me Try me I have all you need Just try me 流浪汉都有点纠结了 说这不会有点太easy money了吧 最后还是一个玩说唱的大哥 走过来对我俩下手了 很委婉 他说他是一个rapper 他在做他的demo 他的名字叫做Leo Martin Leo Martin 你一听就是个很街头的名字 他掏出来两张盘 问我俩的姓名 要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 突然间神色一变 一张盘二十美金 不给不行 就名字都已经给你写好了 我一下就知道完蛋了 我说真的擦不下去了吗 哥哥 但是在那一刻 我就明白了一个真相 就是你如果足够天真和懵懂 你就能够战胜你的怯懦 因为你真的 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我学生满脸欣喜 说老师你看 多么动人的街头艺术家 多么美好的纪念品 然后他竟然问了一个 说唱大哥 我估计他踏入强迈强迈这行以来 第一次听到了一个问句 How many do you have? 大哥说Pardon 他都被问出幻觉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曼哈顿 还是在义乌乌的批发市场 他都有些局促 说今天出来的也是有点着急了 就带了二十多张 我去听说那感情好啊 这不巧了吗 我们班正好二十多人 人手一张好吧 今天你就给我写 把你这马克比给我拧开 今天算你赶上了我的小马丁 给我写 先写给我女朋友 Jennifer Dear Jennifer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诶 怎么这个forever还不会拼啊 FOREVER 你们这个说唱歌手 也得加成文化修养 好吧 接着写 Dear Maria I know you are Jennifer's friend But may I have a dinner with you 接着写 李小亮 Your球鞋 is fake 谢谢大家 jeunes elders feather groundbreaking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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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合rac on 谢谢大家 chic